反而预估可乘在第三季 受到了iPhone 6 新机量产初期 良率调整的影响 第三季的毛利率 可能会出现下滑 但是在规模经济的带动之下 单季的获利 可望迹增超过16% 增加幅度是大于营收成长的幅度 要挑战历史次高 单季的每股纯益 预估有5.6元 而在整体第四季的毛利率 随着良率稳定的回升 获利挑战新高 美股纯益也渴望挑战7块钱 iPhone 6全程狂卖 可承9月合并营收来到48.8亿 上历史次高 第三季合并营收145.2亿 激增9.1% 创了单季新高 美股纯益预估达5.65元 第三季首度交货iPhone 6 即可 量产初期受到良率调整的影响 预估毛利率可能下滑 但随着良率逐渐提升 进入大量生产阶段 反而乐观预估本季毛利率将回升到45%的水准 但美股纯益挑战7元创新高 目前我们手上看得到的 所有的客户的预测量 今年我们还是非常非常乐观 市场聚焦上级财报之余 也关注智慧手机订单展望 明年资本支出 是否会超越今年的193亿 以及日元贬值汇兑收益等 若是有相关收益 更能美化财报炒热法说行情 而另一家金属机壳厂F凯胜 法说会将在周五接棒登场 第三季合并营收85.1亿 即增23% 反而聚焦明年订单展望 因客户开拓进度 以及穿戴产品的布局 指出凯胜这一季将开始准备出货 iPad mini 3的机壳 加上工艺苹果新款12寸 MacBook机壳供货比重增加 预估本期营收将计增三成 展现旺季水准 会蛮热络的就是了 这到台湾的秋天的太阳 都很热的这样子 机壳双雄明年展望备受期待 不过大陆金属机壳厂比亚迪 近期大吃大陆新品牌手机订单 旧客户华为联想也持续加温 台场必须严倦以对 都是台新新闻综合报道